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跟大家读几节经文 二十三节 再三地求她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 使她痊愈 得以活了 三十五节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四十一到四十二节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她说 大利大鼓民 翻译出来就是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历时起来走 她们就大大的吸气 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弟兄姐妹 这一今天的经文当中 涉及到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是死亡 死亡 特别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令人避讳忌讳的话题 但是呢 这个话题却又是 人人必须要面对的 无法避免的问题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死亡 有可能是天灾 人祸 或者是疾病 哪怕不是这些 是自然死亡 我们也发现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幸免 所以死亡 往往是令人担心 害怕 甚至是恐惧 也令人伤心 而且死亡也是 很神秘的一件事情 很多宗教 很多人 而且我们每个人 必须要承认 我们不是完全明白 死亡之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呢 人类就会去问 到底谁是死亡 真正的掌权者呢 很多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是对于有神论的人 有神的观念的人来讲 那么我们就会想 那么是阎罗王吗 那是南北斗太白金星吗 就像我的爷爷 他就是一生拜这个神 而且他常常给别人治病 也常常那个自豪 真的 可是他自己呢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最后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求他的神 他这个南北斗太白金星 说是能够掌握着生死大权 可是却不能够拯救他 所以他临死之前 非常的恐惧 我的爷爷 他没有信耶稣 他没有得到救恩 很可怜 南北斗太白金星 他是掌握人生死的神吗 或者是真主阿拉 或者是魔鬼撒旦 上帝 还有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们相信的 其他的神明 那当然对于无神论者来讲 他们会觉得这些都不是 他们也都不相信 他们会觉得死亡 就是人自然的规律 人的生命呢 其实上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最后呢 就自然的离开世界 这也是人类的命运 最多呢 他会觉得 这个是上天 特别像中国人讲的 上天 其实我们面对这些人不同的观念 我们就会发问 到底死亡真正的掌权者是谁呢 真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吗 显然 真正的掌权者 只有一个 那么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 告诉我们 不是魔鬼 也不是什么 其他的神明 更不是人自己 而是创造 掌管 和审判 人类的 宇宙和人类的 这个三位议题的 独一正审上帝 他才是死亡真正的掌权者 那么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 疾病和死亡 这个其实上是根源于公义的上帝 对人的罪的审判 和刑罚的结果 不过上帝同时也是慈爱的 所以他自己亲自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 也就是耶稣 为了拯救 罪人 能够脱离撒旦 罪恶和死亡 然后定死在十字架上 死而复活 然后成为人类唯一的救助 那么我们今天读的 这一段经文 它其实上就是记载了 耶稣的大能 里面涉及到两个故事 主要的呢 就是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她的父亲来向耶稣求救 因为她马上就要死了 那耶稣当然是答应了 可是呢 在去她家的路上 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太多 所以就很拥挤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 行走的比较慢 那么在这个拥挤的人权当中呢 有一个妇女 她呢 刚好也是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而这个血漏在当时 应该是属于绝症 但是这个妇女呢 她的信心很大 她相信只要摸了耶稣的衣裳 她就能够得医治 而事实呢 也真的就这样 神发生了神经 那么因为这个医治的过程呢 可能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结果不久 从这个小女孩的家里面 就传来信 就有人来报信 跟她的父亲说 这个小女孩已经死了 不必再麻烦 耶稣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想象她的父亲 肯定是很失望 难过 但是耶稣安慰她 不要怕 只要信 然后跟这个父亲 来到她的家里 看到这个小女孩 房间里面有很多人 在那里哭 在那里闹 很乱 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 这个小女孩 只不过是睡着了 当然 对于这些人来讲 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天方夜谭 所以他们就讥笑耶稣 耶稣就把这些 讥笑她的人 哭闹的人 都赶出去 只留下 她的家人 然后和耶稣 自己的三个门徒 然后耶稣怎么样做呢 她既然是睡着了 那她怎么做呢 她很简单 她只不过是 说 闺女 起来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个小女孩 立马就复活 起来行走 从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死亡 对于耶稣来讲 真的就像她说的 只不过是像睡着而已 让人从死里复活 对于耶稣来讲 只不过就像是 把人从睡梦当中叫醒 而且只要叫一次就够了 所以这一个故事 里面的两个神迹 一个是绝症得一致 一个是小女孩的 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耶稣就是这一位掌管 人生死的上帝 他有这样的大能 他确实是生命的主人 而历史事实也证明了 他就是人类生命的主 他来到世界 也就是为了让人病得一致 罪得赦免 让人从死里复活 而且他自己也为人的罪 定死在十架上 然后从死里复活 以至于他能够真正 从撒旦的手中 彻底地掌握人类 死亡的权力 那么如今呢 他已经复活升天 将来他还要再来 要审判 全人类 每一个人 让一切 信他的人 能够复活得永生 而不信他的人 会复活 上帝 那么面对这样一位 掌管死亡权柄的 耶稣 这一位上帝 我们人应该怎样回应呢 显然 首先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要去 相信和接受 耶稣作为我们灵魂的救助 和生命的主 然后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要靠着他 来坦然地面对 一切的疾病和死亡 因为 生死都在他的手中 我们 因着这样的信心 就能够 持守 复活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 生死都在他的手中 活的时候 能够由主赐福带领我们 死了之后 也只不过是会跟主 永远在一起 相复 求主能够赐福 保守我们这样的信心 和盼望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借着这个神迹的记载 让我们看到 耶稣是生命的主 是死亡的 真正的掌权者 我们人生 当中能够认识 接受和信靠 这一位主展 是我们 何等大的福分 求你能够来 借着你的真理 兼顾 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 信靠 持续的信靠你 以至于我们能够面对 人生当中 一切的疾病 甚至是死亡 从而预备我们 将来在永生当中 与天父 与主 永远在一起 感谢你 赐福带领我们每一位 将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的路 阿们